《文素記》第30章 摩西曉譽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說 耶和華所吩咐的乃是這樣 人若向耶和華許願或喜誓 要約束自己,就不可食言 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話行 女子年幼還在婦家的時候 若向耶和華許願要約束自己 她父親也聽見她所許的願 並約束自己的話 卻向她默默不言 她所許的願並約束自己的話 就都要為定 但她父親聽見的日子 若不答應 她所許的願和約束自己的話 就都不得為定 耶和華也必赦免她 因為她父親不答應 她若出了嫁,有願在身 或是口中出了約束自己的無失話 她丈夫聽見的日子 卻向她默默不言 她所許的願並約束自己的話 就都要為定 但她丈夫聽見的日子 若不答應 就算廢了她所許的願和她出口約束自己的無失話 耶和華也必赦免她 華婦或是被憂的婦人所許的願 就是她約束自己的話 都要為定 她若在丈夫家裡許了願或許了誓約束自己 丈夫聽見卻向她默默不言 也沒有不答應 她所許的願並約束自己的話 就都要為定 丈夫聽見的日子 若把這兩樣全廢了 婦人口中所許的願 或是約束自己的話 就都不得為定 因她丈夫已經把這兩樣廢了 耶和華也必赦免她 凡她所許的願和黑府約束自己所起的誓 她丈夫可以堅定 也可以廢去 倘若她丈夫天天向她默默不言 就算是堅定她所許的願 和約束自己的話 因丈夫聽見的日子 向她默默不言 就使這兩樣堅定 但她丈夫聽見以後 若使這兩樣全廢了 就要擔當婦人的罪業 這是丈夫代妻子 父親代女兒 女兒年幼還在婦家